終於到了 這條水管路也太長了吧 從下面走上來大概花了應該有30分鐘到40分鐘左右 今天這集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很多朋友提到到底在跑步當中 呼吸這件事情該怎麼調整呢 其實呼吸啊 其實我們之前拍過很多類似的議題 但沒關係 今天重新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跑當中的呼吸呢 往往是影響你的運動表現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在跑當中的呼吸調整就變得非常重要 你不能只是在跑步當中隨便的呼吸 你應該要把你的呼吸 搭配跟你的跑步節奏 去做配合 才有辦法達到一個很好的狀態 那該怎麼調整呢 首先 我們最常聽到就是兩吸兩吐三吸三吐 那什麼是兩吸兩吐呢 就是跑步當中跑兩步做一次呼吸 跑兩步做一次吐氣 那三吸三吐一樣就是變三步一次三步吐一次 那這樣的方法有沒有好或壞呢 其實沒有絕對值 你只要記得在跑步當中 你的呼吸節奏啊 是跟著你跑步的狀態去調整就好 你不要跑得很慢的時候 慢跑的狀態 然後你來 你這時候先把自己喘死 你也不要在跑得很快的時候 一直做生呼吸 這個時候吸進來的氧氣量 一定是不夠充足的 所以在跑當中的呼吸這件事情啊 只需要依照你身體所需要的氧氣量 身體會自動調整它的喘度 那你該什麼時候進來調整呢 在你跑得真的非常非常累的時候 刻意的去做放鬆 那什麼叫刻意的放鬆 原本呼吸節就可能像這樣 你可以像這樣做兩次的深呼吸放鬆 這個時候放鬆的效果 就可以讓你的身體狀況 稍微不會在這麼急促的狀態 這個時候呼吸肌群 可以得到妥善的休息 大概一到兩秒鐘的時間 在這個休息之後 對於你跑步當中的呼吸放鬆 就可以達到非常有效的放鬆 這個時候你在延續性上才可以得到一個很好有效的幫助喔 所以跑當中到底該怎麼呼吸這件事情 請大家不要刻意的去改變它 你只需要依照跑步的節奏來做調整就好 跑快一點 自然呼吸就快一點 跑慢一點 呼吸節奏自然會慢一點 身體會依照你身體所需要的氧氣量來做調整 所以 跟著身體走就好 唯一需要你調整的地方 只有在你跑得非常喘的時候 記得去調整深呼吸 刻意的放鬆 讓你呼吸肌群 可以達到有效的放鬆 這個時候呼吸肌群才不會過度疲勞導致你很喘很喘 而且開始肚子痛喔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有關呼吸的一些訓練方式啊 請大家記得 依照身體的聲音告訴你該怎麼呼吸就怎麼喘就好 不要太急速的去調整 我是你的家楊哲倫 今天我們在這邊結束囉 這邊可以訂閱我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拜拜